去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发布的政策建立报告 呼吁各国将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和电力互联互通 纳入经济复苏计划 中国开始推出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双击 当中在青海省的戈壁沙滩上 一座50兆瓦厨能电站成为典型的示范工程 为增加投资效益推广可再生能源 中国最近着力推动共享储能产业项目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隔壁沙漠上 50兆瓦储能电站正在汇集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能源并入电网 融合区块链加密技术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 将参与市场的交易的主体信息善良储存 配合搭电网安全教和自动控制系统 实现了每1000瓦时绿色电力可追溯 同时保障了共享储能清风接算 以及交易信息的一个透明化 作为中国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的共享储能电站 该项目运为管理中映入了区块链技术 这是一种无需经购中央机构或从业人员就可以存储 和传输数据的技术 截至去年11月 中国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储能教育平台 共进行了1800亿比交易 累计充电电量为3750万千瓦时 放电电量为2987万千瓦时 充放电效率达近80% 此外不断下降的储能成本也推动了该行业的迅速发展 可能会遵循当初光伏的一个发展逻辑 随着这个采购量订单的增加 这种成本会绝对有个下探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设计上 从设计上我会有一些创新的设计 包括一些结构设计 包括一些电器设计 从设计上也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成本 专家表示目前储能系统成本 已从2018年的美瓦式4000至6000英尼顿 降至美瓦式3000英尼顿 未来有望还能再降低